广告回来继续来关心社区 在美农区的夏九寮社区的绿美化工作 请来了壁画艺术家创作 号称能把所有地方农特产品都画进一只牛里 距离拉远夏九寮社区老房子的壁画里 客家花布蓝山意象清晰可见 一旁桃红色衬底牛汁的颜色呼应蓝山 细看图案就是美农地区的物产特色 刻意带点猜猜看画了几种农特产品的趣味 是艺术家的巧思 因为他们说这里是客家装 我们希望在这个壁画上面能够呈现是客家的特色 那客家特色他们有提了几个一定要进去的 第一个就是客家的蓝山 第二是花布 第三是水牛 准备彩绘的还有另一面红砖为主的墙面 由流化艺术家张新批主导 要呈现不一样的风格 社区的艺术如果要真的能让人感动 它跟这个艺术创作跟这个环境 这里的人文 这里的人文历史 有没有搭配的得以等等 那你所用的材料也有颜料 那你画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里头 那要想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多重考虑的 要凸显得除了既有客家装特色 完成并画上的落款也把夏九寮的旧地名 发扬光大 永世之光就是我们南农地区祖先来快乐的时候 这个地名 画在并画上是希望 怀念祖先 特别提上的永胜之光 象征不忘本 环境的美化里 有对地方的情感传承 冯兄音乐朱宇宏 采访冒打